因为在上个月的时候 11月 我报道了一条 稀有的P型血 这条新闻 是一位来自 渠州常山的孩子 凯凯 她呢只有4岁半 但是很不幸的是 检查出了白血病 更让父母束手无策的是 这个孩子的血型 是百万分之一的P型血 那么后续呢 我们在跟踪报道孩子的病情 包括去号召大家寻找 同样是P型血的人 好消息是 来自金华兰西的朱晓忠先生 和来自金华京东区的陈明警官 已经成功的为孩子 做了红细胞的捐献 那么在大概半个月之前呢 孩子已经出院了 今天为什么还要提这个事情呢 是因为我今天听孩子的父亲说 孩子已经成功入院 准备接受第二次的住院治疗 就是现在凯凯的情况怎么样 你现在在家里吗 对 是自己在家吗 我在家里 在家里嘛 孩子现在怎么样了 他昨天住进去了 昨天住进去 下午做了五六个检查 什么 B超 这什么投入B超 都做了 出结果了吗 结果好像没出 我经常做的嘛 在做的医生我问他 他说都好的 他那还挺顺利的 对 医生有没有说这次住院要住多久 昨天那个故事 给我老婆讲了一下 大概又是28天 那还挺久 那那医生有没有说这个红细胞的需求上面的问题啊 等于说这个药如果给我们打进去 那个红细胞就很难滴下来 在我们用用量化疗就是就可以 就是用一种药 然后保证红细胞不降低 对对对 好像叫什么药呢 我一回我老婆知道的 好的好的 那你现在这几天准备在家里做什么 也是给他送饭吧 做饭 就在在家里啊 等一下刚好 1点钟吧 我菜也没回来了 我刚早饭给他送去 我顺便买菜 那您出门的时候 和这个 那您出门的时候 和这个去医院送饭的路上 这个要做好消毒啊 好的好的 我看孩子在玩游戏是吧 哎 他在 然后 刚好弄起来 才能上来玩这个游戏 好 今天这个第二次入院之后状态怎么样 孩子适应吗 哎 状态还好的 哦 状态还好的 好的好的 现在我要跟他分享 你稍微等一下 那我们也把这个好消息 就是那我们也把这个好消息告诉那个我们的祝先生和陈警官啊 好 那就不多打扰你了你好好照顾孩子吧 谢谢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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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这个一定能成功的呀 嗯 好 数据实话这些小孩子都是祖国的未来啊 要靠他们了啊 哦 是的 是的 嗯 那你也帮了很多忙啊 帮他东跑西跑啊 反正你说这个社会这个力量这么大 他肯定会没问题的 哦 这个小警天团 这个警察叔叔的形象 哦 公仔 小公仔 对哦 那么送给他 祝他这个能够早日恢复健康 警察叔叔给他这个力量能够帮他早日康复 好的 谢谢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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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